我们再来说一个这一个章节当中预备的定理 叫做Raymond Mapping Theorem 也就是黎曼映射定理 是吧 大家可以发现说科西和黎曼 应该说绝对是咱们本课的灵魂人物 不仅是因为他们一起有一个关于解析函数的 可是Raymond Condition 然后同时也是因为他们二人分别各自认领了 不少咱们本课当中的 在咱们本课当中的重要定理 你像科西的话 那些跟积分打交道的定理 不少都是他的 是吧 你说像什么科西积分定理 科西积分公式 包括说这什么流数的概念 应该也是他提出来的 都是惯以他的名字 然后黎曼他比较爱跟什么样的东西打交道 他就爱跟几何拓扑什么之类的 这些东西打交道 是吧 像咱们这里面讲到的Mapping Theorem 就是他的 然后包括说咱们之前所说过Raymond C.Fear 也就是黎曼球那种对于复数的表示形式 那也是Raymond 咱们在这一章节当中偶尔会用得到那样的表示方式 这个或者再说 好的 那么总之呢 这个咱们先来提出一个这样的概念 叫做Open Mapping 也就是一个开映射 这概念其实非常好理解 就是给大家一个定义欲 大家注意咱们Domain这个词 在本课当中是有一个特性的含义的 是什么来着 开且连通的区域 对吧 但是总之它是一个开集 所以如果说这是一个开集 然后映射到了它的值域当中 这个值域也是开集的话 咱们就称这是一个Open Mapping 这意思是吧 Open Mapping 好的 然后那接下来是个Raymond Mapping Theorem 说的是什么呢 如果D不等于C 也就是说不是负平面全平面 对吧 负平面上面要刨掉一些地方 然后如果说它是一个单连通区域的话 那么就可以发现说存在一个一对一的analytic function 存在一个一对一的解析函数 以使得咱们可以将D映射到Open Unit Disk上面 也就是开的这个单位圆盘 那就是Z的绝对值小一嘛 相当于是吧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给定大家一个区域 这个区域是负平面当中的一部分 但是它中间没有动 它是一个Simply Connected Domain 对吧 它中间没有动 然后那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呢 将其定义一个一对一的映射 以使得它能够完全的映射到咱们的单位圆盘之上 这个意思 是吧 然后那么我们如果说再给定一些条件的话 实际上就是可以唯一的把这个映射确定下来了 具体要给定什么样的条件呢 可以这么样来给定条件 叫做把一个给定一个点 然后将其映射到零处 是吧 我说我们在这个区域当中 D当中给定了一个点 然后我们就令它能够映射到零处 然后以及什么呢 以及这一个方向 是吧 以及一个方向 那这个方向的话就是叫做 这个方向咱们相当于是要将其映射到real axis 就比方说我不是说这一个点 这个点可能会映射到零点吗 那我同时说 说我这一个方向将其映射到十轴正半轴方向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映射为一的确定下来 就这个意思是吧 那么这个算起来的话一共是几条信息呢 实际上相当于是三条信息 因为一个方向是一条信息 然后这一个点来说的话 它是有两个坐标嘛 X值和Y值对吧 然后那所以相当于是一共是三条信息 好的 那么再说一遍这个remium mapping theorem 它为什么非常的重要呢 实际上就是告诉我们说 你去研究一个一般的这样的单联通区域啊 不妨就直接用一个单位圆盘去研究 是吧 用单位圆盘去研究 那大家可以想见肯定会比较方便 为什么可以这么干呢 就是因为我们可以找一个一对一的映射来沟通它俩 这个一对一在呃就是大家初学函数的时候 咱们往往一对一就是除了一对一也就是单摄这个条件之后 咱们还会再多加上一条叫做所谓它是满摄 什么叫满摄呢 就是我们所有的这里面的点都呃就就就是我们这个直语当中的所有的点都是有直能够跟咱们定义当中的点相对应的是吧 也就是说他们这个单位圆盘当中的点不会有空的点不会有说没有呃这边的点映射过去的点 但是在这里面咱们就不去强调这个事情了 也就是说默认咱们这个函数都是满摄是吧 都是sirjective都是满摄 那么也就是说是这里面随意的一个点 就是我们的这单联通区域D当中随意的一个点一定会能够映射到咱们的呃单位圆盘当中去 然后单位圆盘当中随便找一个点也一定能够在D当中找到一个点与之相对应这样的情况 然后并且在这种条件之下还是满足一对一的条件的话 那就是这个函数是既是单摄又是满摄 就意味着它是一个什么 它可以说是一个一一应摄是吧 或者说它是一个叫做双摄 bijection bijeactive 那么这概念咱们就不去强调了 但是总之在这种情况之下 咱们是可以定义一个所谓反函数的 也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个函数能够从D当中映射到单位圆盘上 那么我们找这个函数的反函数 这个函数呢就是能够由单位圆盘整个一一映射到咱们的D之上 这个意思对吧 所以这个就是Raymond Mapping Theorem厉害的地方 可以把任意的一个单联通区域 这个都给它怎么样 都给它用一个单位圆盘来进行研究 这意思 好的 然后另外咱们就甚至还可以把这个更进一步来说是怎么样呢 随便的两个单联通区域 它们之间我们都是可以构建一个一一映射的 是吧 为什么 因为它们分别都可以跟单位圆盘之间构建一一映射 这个第一可以跟单位圆盘构建一一映射 然后第二也可以跟圆盘构建一一映射 那么把它们两个复合起来的话 那不就相当于我们能够找到第一沟通第一和第二的一一映射吗 这个意思 是吧 所以就是任意的两个simply connected domain 当然是不能是负平面全平面 对吧 那这时候就可以构建一对一的一个这个解析的映射 这意思